那不管如何啦 还是有钱人飞航非常的多 当然有钱人有钱到都可以买私人飞机了 就有一个私人飞机展要吸引买家注意 在这里头还可以看到成龙的私人专机亮相 这飞机不便宜 最贵的相当于折合新台币要23.6亿元 据说这机舱呢还会根据客人的需求 比如说你想要加麻将座或KTV的话 通通都可以 平均一架3000万美金 近30架顶级私人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 一字排开景象壮观 亚洲规模最大的私人商务机展上 最显眼的就是他 隐形成龙的专机要价每金3300万 机身两条龙五洞 继位大大的龙字写着英文Jackie 要上飞机参观得先套鞋套 机舱从吧台餐桌沙发区 可以容纳14个人 大哥重隐私门一关窗帘一拉 就是三个独立空间 成龙最喜欢的位置呢并不是里面的沙发 而是一进门的这个位置 而且在旅程中大部分时间 他坐在玩iPad跟吃广东菜 座椅拉起来舒服躺平 成龙专机上还有个大眼睛的美丽空姐 专门服务他 在展场上售价最贵的波音BBJ 8000万美金 是从波音737客机演变而来 航程更远 从上海非欧洲没问题 内部最宽敞的是空中巴士ACJ318 售价6800万美金 客舱的宽度是传统机型两倍 私密办公室辐射盥洗式可以改成卧室 私人飞机所有的内装都是客制化 看好大陆市场 有的还根据中国客人的要求 内部色调改成酒红色 甚至增加了麻将桌罕 KTV 这次展出门票一张和台币1万5 依旧人潮滚滚 让人见识到大陆金字塔顶端客层的 惊人消费力 昨日新闻于未有的上海采访报导